11位05年转为职业选手 在上个月初 无锡所进行的江苏精英赛 他是第一次创进决赛 而且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 尽管并不是排名赛 马克埃伦的特点 还是属于强势攻击性选手 有点跟梁文博两个人风格比较像 对 所以说这一类的选手 那如果一上来不能很快的 把自己的手感调整到很好的状态 那么比赛对于他来说将是艰难的 对 之前在我们给您转播的江苏精英赛的决赛 马克埃伦发挥神勇6比0横扫丁俊辉 来拿到个人职业生涯第一个冠军 厚了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慢镜的重放 在薄切中带的过程当中 是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第一盘两个人都需要调整 我们看艾伦是一位左手持肝的球员 好的 稍稍有一点点大 应该说马克埃伦在赛前的训练 我感觉好像手感没有马克埃伦那么好 对 刚才咱们也是一块在练习场地 看了他的热身 感觉他的手感一般 这个球看看他怎么来做处理 应该是要选择防守了 马克埃利用五分球跟六分球挡住最右侧的红球 不给马克埃一个很好的远先进攻 对 因为只有那颗红球是一个进攻的机会 马克埃再看看红球队的情况 两位选手在之前仅有一次交手 那是在06年的大奖赛小组赛 当时也是五局三胜的赛制 马克埃是三比零赢了艾伦 不过两个人分裂小组第三第五都没有出现 马克埃还是比较顾及艾伦的远线攻击力 因为现在有散落的红球 不敢轻易地给他放回开暗区 怕留下进攻线路 马克埃伦这种风格的球手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进攻 对 而且艾伦的年龄要比马克埃小了整整五岁 应该说正是进攻能力和欲望都比较强的一个阶段 强势攻击这个也是艾伦的一个特点 马克埃还是尤其是第一盘一定要抑制住艾伦的发挥的欲望 包括他的手感都不能给他调整到很好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鹰眼 这个球要打组合球嘛 看看这边能不能进 哎呀 差了一点啊 应该说刚才这个组合球 马克埃尔看的还是比较准的 差了一点 还是连攻带手 运气稍微差一点 留下了一个进攻机会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马克埃尔是左手吃肝的球员 但是他在利用架肝来击球的时候啊 是左手来拿架肝 用右手来击球 这个情况也非常奇特 刚才我在场面问他这是什么原因 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天生的习惯 习惯练球时候的习惯 对 但是我们一般想起来 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对对对 而且呢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习惯的选手 还不止马克埃尔一个人啊 巴里霍金斯也是左手吃肝 然后用右手打架肝 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定的共性啊 好 这家做斯诺克了 轻轻的贴到绿球的后面 应该说 艾伦的这个 今天的手感不是很好 连续两杆红球 在力度上 有很大差异 第一个原先叫黑球 力度大了 这杆球应该说 不是很难较位 但是力度小了 还是在调整 对 在赛前我们也预测 这场马克埃尔和艾伦之间的较量 应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可能还是像昨天咱们分析 其他三场比赛一样 谁能够取得首盘比赛的胜利 谁有可能就在这一场比赛里面 占据一个比较大的商风 对 昨天的三场比赛啊 清一色都是三比零 卡特三比零赢了金龙 梁文博三比零赢了亨德利 而马奎尔呢 是三比零赢了福家俊 而且昨天也出现了一杆破百杆 梁文博啊 126分 应该是本意是想勾到这颗红球的靠 下方那个半颗球 让母球滑到黑球底裤这一块 对 他这个力度是这样 但是因为勾的太厚了 刚好给艾伦留下了一个进攻机会 看看这次机会 艾伦能不能形成连续的攻势 这种机会是马奎尔最不愿意出现的 因为艾伦没有手感嘛 让他利用半台球把自己手感调整出来 这个是马奎尔最不乐意的 没错 艾伦在排名赛啊 曾经有三次是打进了四强 分别是07年的北爱尔蓝杯 08年的巴林锦标赛 以及09年的世界锦标赛 特别是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 他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他第二轮13比11淘汰了奥沙利文 第三轮13比11淘汰了轮带 而在半决赛13比17 西白给最后的冠军西金茨 打进世锦赛的四强 也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这位来自北爱尔蓝的新锐 应该说艾伦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技术上有超强的远线准度 然后他的心态特别好 而且什么时候他都保持一个昂扬的斗志 对 应该说在年轻选手这一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可惜了 这个红球留在了带口没有能够进 而且马开伦应该说为人也是非常的有亲和力 这红球打得太厚了 确实是像赛前训练一样 这个手感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调整很好 如果是这种状态跟马奎尔打的话 我相信艾伦今天这场第一场小组赛 应该会非常艰难 应该说艾伦在今年三月份的中国公开赛就表现不太好 首轮他就3比5被佩特曼所淘汰 而马奎尔在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本来是讲卫冕 谁想到在第一轮他0比5输给了哈罗德 早早的终止了卫冕之旅 现在两位选手应该是在今年第二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 中干谈一酷 应该说第一盘 埃伦没有机会了 现在早已超分 确实是马奎尔无论从今天的状态和手感上 都是比埃伦要强很多 包括干谈一干四凳 这凳的位置刚很好 什么现在他的手感非常好 他更快的进入到了状态 对 毕竟马奎尔这场比赛是他的第二场比赛 在昨天的通过3比0赢富家俊的较量 已经是找到了自己一个相当不错的感觉 要开球了 没有开到 干法不够低 稍稍高了一点点 这样就要拼准度了 做一个翻台 这个球没进没有关系了 远远的超分 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 苏格兰选手 马奎尔是80比13 先战胜了马克埃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